在一个宁静的午后 小雨刚刚停下 街道上还弥漫着一丝湿润的气息 李伟站在咖啡馆的落地窗前 望着外面的人来人往 心中百感焦急 他看到不远处的长椅上 瑶瑶正依偎在另一个男人的怀里 脸上洋溢着幸福的笑容 那是李伟再熟悉不过的笑容 曾经属于他们的笑容 李伟努力挤出一丝威胁 但心里的痛楚却无法掩盖 他告诉自己 不能再假装一切如常 他和瑶瑶的过去已经无法回到从前 天空渐渐暗下来 暴雨将至 他心里也充满了不安和惆怅 每当这时 他总会希望瑶瑶真的能够幸福 不会为了追求幸福而后悔 回到家中 李伟打开了一瓶酒 试图用酒精来麻醉自己 忘掉这份痛苦 然而 分手的结果让他痛彻心扉 他的心从此再也无法自由飞翔 泪水浅了 醒来之后 心中的痛楚却依然隐隐作痛 瑶瑶已经有了新的爱 李伟的位置被另一个人取代 这让他感到无比的寂寞和失落 他不禁自问 该如何延续他和瑶瑶曾经的梦想 每当暴雨来临前 天空总会变得昏暖 李伟希望只能提醒他保持警惕 不要再让自己陷入无尽的痛苦中 但每当想起瑶瑶和那个男人在一起的情景 李伟的心就如刀割般疼痛 他知道 分手的结果让他的一切都变得无所谓 他在瑶瑶眼中已经看不到自己的身影 只看到他和那个男人的策略 李伟再一次陷入深深的思索 他多么希望有人能告诉他 该如何延续那曾经属于他们的梦想 可惜答案妖不可及 只能任凭泪水模糊了他的视线 分手后的痛苦和寂寞 成了他生命中无法抹去的伤痕 李伟明白 或许这份梦想已经无法延续 但他仍然希望 瑶瑶能够在新的生活中找到真正的幸福 而他也终将学会放下 走出这片阴霾 迎接属于自己的未来